大家好 我是黑熊 黑熊团队最近在做泰国电动车市场调研报告 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想跟大家分享 你各位知道吗 6600万人口的泰国有近2000万辆的汽车 有趣的是其中三成的轮胎竟然是台湾品牌 所以黑熊在这集斗志士会分享一些泰国的汽车数据 有多少车开车文化 看完黑熊的分享 你各位也就能理解为什么 曼霍塞车会那么严重 以及这集的重点 台湾品牌马吉士轮胎究竟是如何在泰国拿下 三成四张率的行销策略 如果你想要在泰国拓杀 希望这集斗志士对你有帮助 根据泰国录音局2019年的数据 全泰国有近2000万辆汽车 其中根据在曼谷的就有600万辆 但是涉及在曼谷的居民仅有550万人 几乎每个曼谷居民都有一辆汽车 而且都还没有算上流动人口的车辆 更还没有加上同样是登记在曼谷的400万辆摩托车 这个数据真的是很惊人 黑熊来自个表跟家乡台北市比较一下 曼谷比台北市大 5.8倍 但是汽车数量却是8.1倍 曼谷的交通道路规划更不用说了 道路太少规划又不佳 曼谷为何会塞车 我想你各位应该能了解吧 再来 这跟当地文化也有关 大多数的泰国人爱面子 有没有车代步用什么车代步就很重要 别人看不见的可以不用太讲究 但开的车一定要光鲜亮丽 也因为这个用车文化 泰国人爱买车 泰国的车代甚至可以做到20年 开好车有什么好处 除了聚餐 泡月店 钥匙放桌上很帅气 开好车警察也不敢找查 老师来思 兰保坚定不用说 基本上你只要开到宾市以上 泰国警察就不太敢找你麻烦了 顺带一提 宾市Mercedes Vance的Vance 是不分性别 泰国人很爱的昵称 你跟泰国人交朋友一定会有认识叫做Vance的 那泰国的车市场那么大 特斯拉与BRD这两大中美电动车品牌 当然不会反驳 而且先后已在2022年进入泰国 准备抢占电动车市场 加上黑熊先前在泰国不好系列 介绍过的EA Energy Absoluted 以及泰国2021开始推的BCG 永续经营的经济与环境国车 泰国的电动车普及会越来越快速 在泰国台商电子业龙头 台大电泰国很积极的布局电动车停组件 以及机械用的充电桩等相关产品 另一个就是来自台湾彰化的振兴轮胎 早在2013年进入泰国车厂 除了外销出口 在泰国国内与车厂做B2B生意 并以Nexus马吉士品牌向泰国民众推广销售 就会用取得的资料 他们在2021年泰国总预售高达121泰铢 真的是默默的赚 为了提升技术力及产品品质 马吉士还在昆山花了1.5亿美金 打造了一个轮胎试验产 重点来了 在泰国做生意 无论是对企业或是对消费者 打品牌很重要 一定要不断的去做在地行销 这两年马吉士在泰国市场行销方面就非常积极 为了就是要将马吉士的品牌理念 100%的品质 服务与信赖 穿搭给泰国人 A兄在泰国各大媒体都有看到马吉士的推广文章 同时还有找网红KOL 汽车打了一般驾驶 职业驾驶 甚至是塞车手 去体验马吉士轮胎以阵言式去呈现塑造马吉士的品牌价值 并以突温与影音 透过网路社群扩散 接触到有望客群 在线下部分 透过赞助活动 广告招牌 以及提升通路数量与服务品质来做行销 在泰国路上会看到轮胎店挂大大的橘色招牌 那就是MTC Maxis Tire Center 马吉士专卖店 藉由拓展更多高品质的MTC 带给消费者更完善的换胎服务 也就等于部署了在路边的广告看板 这真的是很聪明 以上是黑熊分析近年来马吉士在泰国的行销车的语言作为 接下来黑熊会到一家马吉士专卖店 直接访问老板 了解泰国人、泰国市场 对马吉士在看法与行销策略 Let's go! , 地球人的相优 是随时,学生育典 最能做的 陆队 学生的 学生育典 学生育典 现在正确的 学生育典 每一个 学生育典 学生育典 理学生育典 我们划作你 做法 十年 排挡 我感觉到了 这样已经要花了十七十年去 逍苏将我们的介绍了面 几乎比较较小一段的,其他的有五千匙 我希望能有五千匙后的插手 我认为练习关键,美食,满吃 Hai 经营养生意的品牌,我们能享受到一家 我们看到这种品牌的业生存在 还有捐绍 在家草的家庭习惯,妈生带给大家管理 在家庭习惯的话,他们也赚着 在14年,他们喜欢那些 - 是要幫我加速的運動,想讓我加速聚餐,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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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聚餐,或加速聚餐,跟加速聚餐,跟加速聚餐的動作 不管你買油吃還是電動車,不便的事還是需要輪胎,這個真的這麼好生意 以後你在泰國搭車,不妨注意一下輪胎看看是哪個品牌 其实不知不觉黑熊就访了几家 深耕泰国品牌的企业主高阶管理人 像是泰达电、中华电信、CAT与SBO 可以从他们的角度带大家看见泰国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不管是认识泰国 或是了解趋势与学习金融也很有帮助 未来黑熊也会尽可能制作更多这样的专题 至于振兴马即是轮胎 希望之后有机会能够到他们的总部或是轮胎试验场 与他们研发、生产或是管理的核心人物聊聊 听听他们对泰国以及对全球汽车市场变革的看法与应对 不过只是听听不够过瘾 我是很想像赛道昆这部电影中小亨利福特那样 填一下高速与抓地一代的快感 那一定很刺激 好了 这一集黑熊V泰国、泰国豆腐知识就到这边 记得订阅、分享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